在我父子輩之前有轉述出來 其實主委以前叫做小巴里分 因為對面對河岸是巴里 我們這邊叫小巴里分 那個分是一個河旁邊的土地的意思 一片土地的意思 所以知早父子輩那邊跟我講說 以前叫小巴里分 然後後來才叫主委 如果以台北縣制 民國490的台北縣制 它是顯示說台姓的 從小巴里分移去過來的台姓的那個平谷族 因為在家裡種植 在家的周圍種植那個貴族 那四周種植貴族 所以叫做竹圍 這是一種說法 另外一種說法也不一定說這個是對的 另外一種說法是說 四角植貴族 就現在我們這裡台北高高 就是那個捷運站前面 那個地方有一個地方叫四角植貴族 那以前是竹圍最熱號的地方 竹圍最熱號的地方 就是從那邊開始發展 那邊也有四周種植貴族 有種植貴族 所以當地叫做竹圍 巴里分移去過來的平谷族 大概是1643年左右 他是第一兵進來的 他的平谷族來這邊開發 然後再過來是漢人移居的 有歷史記載是高家 大概250年左右以上 是高家來這邊 第一個來這邊定居的 然後再來姓蔡家 蔡家是季陽 高家那個叫做某漢居 那不同的堂號 然後再過來 我們剛才在樹梅端出席 不是有一個鄭氏古作 鄭家 那也是一個竹系來這邊的 他們來開發是蠻久的 那到日季時代 竹圍才是開始有興起 竹圍興起的原因是因為 當時蓋鐵路 就是淡水線 從海北到淡水開鐵路 就是因為開鐵路 竹圍色站 那是竹圍人口才有開始 慢慢的升起來 所以在日季時代之前 竹圍是幾乎是荒陰曼草 是沒有什麼人口住 就是零形星星 就是幾個家族寄居的地方 那長輩說的說 竹圍以前是看觀音山 看觀音山的落日 然後可以直接看到淡水河 淡水河上的漁船 以前聽說漁船 不是現在的那個馬達 它是有那個凡的 所以他們也看到那個船 是在拉凡的 那個是我看到的 印象不是很深 但是我的長輩 他們小時候看到的船 是上面有凡的 靠著風力在行動 那曾經淡水河也是當地居民 現在都八九十歲以上的老人家 小時候游泳的地方 因為那時候水很乾淨 他們下路會跑到淡水去哪裡 然後游泳還會撿那個蛤蜊 撿那個蛤蜊回來一直這樣 這是我曾經聽過父子變來講說 他們小時候都要去淡水的時候 要偷偷的跟爸媽講說到別的地方 但是他們就跑去游泳這樣 以前竹圍樹梅坑後面都是那個 都是山坡地 都是地田 現在都沒有 很多竹圍地區 你現在看到的竹圍地區 百分之九十都是田 不是百分之九 百分之九十五都是田 都是田 我小時候看到的竹圍是田 我也都很慘 其實竹圍種到種不起來 因為它吸水很少 然後氣候又不好 氣候不好 種不太久 那這邊的種植 大概一季個五六千斤就已經 就是一甲五六千斤就已經很不得了 可是在中南部一甲都要上萬斤了 對啊 鼻子還差太夠了 我們這邊種不出來 我小時候有種過田 就是種了很辛苦 但是各位到此的時候 都出不出來什麼 以前是幾個農村 有幾路人家 晚上都有吹煙 鳥鳥也看得到 天空上有露濕 白露濕 就是傍晚 傍晚從這個淡水河的 如果說以我們面向觀音山 傍晚是從左邊飛到右邊 早上的話是從右邊飛到左邊 那他們就是氣息到紅樹林 然後白天的話是從紅樹林那邊飛 要飛到淡水河裡面 也是河岸私地去密使 那我小時候覺得說都是田地 都是田 一下午再要走回家 還要走十分鐘 路上可能不是走直線 是要走有角度的 因為你要順著田等走 到了民國大概 民國四十幾年 接近五十年的時候 當時北投地區 現在灌渡地區 那還是屬於台北縣 那竹圍地區那時候 算是比較弱 或鄉下都是龍體 當時北投地區 就化到台北市進去 然後很多工廠就沒有辦法生存 沒有辦法生存 就把工廠一直牽到竹圍這邊來 早先進來的都是磚窯廠 比如說磁棧 做磁磚的 做磁器的 以前叫做 有一個現在姓湖社區 以前叫做齊龍搖曳 齊龍搖曳 現在的 散的那個廠 以前有大鴻磁器 那是比較早的 以前早期來都是搖曳 那接下來就是 慢慢走入一個 比較工業化的時代 當時就是開始 在1969年 民國71年的時候 那個 61年的時候 馬歇業就在那邊設婚院 民國60年左右 那時候就設輝哥電子公司 現在輝哥電子公司 現在的關海集計那個位置 那時候輝哥電子公司 需要很大量的勞力工人 所以當時那一間公司 就聘請了將近兩三千人的勞力 在我印象中 二三十年前 每天從租為上下班 搭火在上下班的民工 有上萬的 秘密麻麻 以前我小時候 像輝哥電子公司 來這邊上班的 有從金門來的 很多都從南部來的 我們家以前小小一個家 住六十幾個人 大家都住東部 以前輝哥電子公司的薪水 十七塊錢美金 然後因為他們工廠的移路之後 就會帶動很多其他的 這些外來的工人 就住在這邊 包括以前他們曾經 是移民或是農夫 這樣子的身份的人 他也覺得去工廠工作 可能賺得是比他在田裡面工作的 收入來的多 所以很多人就開始 被 就是放棄農耕這件事情 放棄盈禍這件事情 他就乾脆去工廠做工 所以在那個時候 慢慢的 這邊就累積了很多 外來的人 做工是 我爸媽都不是伴水人 他應該是來的 然後結婚之後 決定到這個工作 大概三十年前 然後在工廠選對在這個道程 像我 我畫的就是 我畫的就是 他會選對在這個道程 就是因為 這邊側在你自己 你這組會看到 兩層樓的建築的 就是那個時代的 就是民國六十幾年蓋的 就是那時候工業剛好起來 電子公司剛好起來 那時候蓋的 為什麼會蓋房子 你知道嗎 民國六零年代 在做 台北縣的都市計畫 地主門跟建商 就要趕快搶建 你不蓋 他畫下去 如果是 如果是 公共建設 或者是公共用地 或者是陸地的話 你的土地就沒有用了 你這房子一蓋 就變成建地 對 對啊 有一年 足為土地 一次調漲 定價漲了四十倍 你可能沒有辦法相信 一次漲了四十倍 定價調漲四十倍 對啊 足為的定價調漲四十倍 那個就是 爆 爆 突然這樣爆 那個 因為土地本來是農業用地 變成轉成負債用地 過去 就是一開始 我們的理解 就這邊大概都是以 農夫 農夫這樣子的身份為多 所以他們的孩子 當然就是從事 爸爸媽媽 承接下來的一個產業 然後接下來如果有土地 如果土地開發之後 家裡變有錢 他就不用去種田 他就可以開始靠 土地開發這邊 去做很多 投資的一些工作 開發之後 所有的工廠 打達到寶貨 寶貨以後 這些工廠就外了 那往那邊移呢 他往桃園 桃園那個方向 所以這邊以前 足為幾乎民國七十幾年 這裡足為全部都是工廠 然後到了八十幾年以後 人口就比較穩定 那時候還沒有結業 那民國七十七年田屋拆掉以後 到八十六年 這一段人口是成長比較慢的 但是結業通車完以後 那個人口成長的速度 就已經非常嚇人了 我有做過統計喔 大概有百分之七十的人口 是在結業通車的時候帶進來的 那你如果現在看到是七層樓以上的 七層樓以上的 二十幾層的 那就是什麼 結業以後開通以後 結業開通 前後那個時間蓋回 以前足為可能只有擊敗了 現在是有四個人 現在是有四個人 福德足為民權民生 有四個人 將近三萬人的人口 在足為地方活動 其實就是一個 我覺得就是一個 很大很大的住在區 我從小看到的是 一片綠油的稻田 跟幾間工廠 排放 黑煙的 這個陶瓷場 之外 看到就是淡水的 北海 這個北彈縣火車 跟觀音山 那現在呢 在我原來居住的地方 只剩下看到 觀音山最高的三分之一 其他往下都看不到 因為都被建築 新的建築給遮蓋住 那現在呢 最大的改變就是 看到都是房子 看不到綠地 那只有一個像樣的 主委公園在明治宮那邊 不然就是你要到明深路的 後面山上 才會看到那些寶物區 進建 但是也 越來越和我們公社 開始蓋起來